嗨,大家晚上好,今天是住在房车里的一夜 刚才车顶上一颗一颗的柜园掉落在车顶 就让我突发奇想,把思绪一下拉到了小时候 就像小时候家里的枣子、杏子掉落在自家车棚上一样 这种感觉真的是蛮奇妙的 所以呢,想拍这期视频,给各位朋友进行一个分享 那我们现在呢,是住在了飞翔房车自流的一款B型房车里面 它是一款超经典的车型,它的名字叫 这就是传说当中的拥有三张床的B型房车 听起来很夸张,但是住起来它真的是 太像了 你看我们现在呢,是住两个人 我是睡在了下方的这一张固定床上 0.9乘以2米 自己一个人睡的话呢,很舒服 如果说我想两个人一起睡的话呢 这个床铺可以实现一个拓展 拓到卫生间里面,就可以变成一张1米3乘以2米的床铺 但是,想要睡得更舒服的情况下呢 我们就可以不拓展 启用前方的这一个可以进行升降的吊床 吊床尺寸的话呢,是1米3乘以2米 它的操作呢,也很方便 通过电控按钮一键就可以实现 然后你看,睡着一个小姐姐,她的空间还是很宽敞的 哎,手臂打直 包括腿打曲起来的话 她也不会有任何的这种感觉 压迫呀,或者翻个身会碰墙啊 都不会有啊,也不会有任何的晃动 从她的承重呢,能达到600斤 睡两个老爷们都是没有问题的啊 我们看一下现在几点了 应该快到12点了 哦,还有三分钟就12点了 夜深人静哦 那我们现在所处的城市呢,是在广州 了解广州的车友们应该都很清楚 广州的天气啊,就是非常非常的湿热 特别是南方人刚来的话 应该都是有一点点说不了的那一种啊 我们在外面待一会儿上就黏乎乎的 所以我们回到房车第一件事情 肯定是要开空调 但是一提到顶制空调 各位车友的反应就是 嗤之以鼻 望而生畏 大家觉得顶制空调早音大 太飞电 对,但是因为这些空调 它们的名字不叫飞翔房车 自主研发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空调哈 现在调的是一个18摄氏度的最大风速 然后我保持三秒钟的沉默 大家听一听它的声音 夜深人静哦 非常安全的环境下哦 它除了有一点风声之外呢 没有任何影响我们睡觉的其他噪音 所以这个空调 你真的是不得不服飞翔的 用过的车友他都说 真香 太香了 同事我们看一下 那这个三张床呢 第一张床是在下方固定床 第二张床呢 是前方的这个升降吊床 第三张床呢 就是这个吊柜变床 虽然说床很多 但其实呢 它们都是以物多用的设计 比如说这个地方呢 更多时候当柜子来使用的 那我们现在两个人睡的话呢 你看一前一后 互不干扰 互不影响也是蛮舒服的 那如果说我们就一个人使用的时候呢 前面的床收起来 它就是一个天花板 隐藏在这个车顶的 所以说房车这个设计啊 真的是蛮关键的 它需要在一个非常小的空间里面去做文章 那我觉得像飞翔房车这种向上发展的理念 就特别特别棒 在一个毫不起眼的B型房车里面 能将空间设计的这么舒服 让我们两个人住在里面 能够坐到一人一张大床 会不会影响 甚至还有酷余的床 真的是不可思议 好了好了好了 不说了不说了 各位车友今天太晚了 那我们准备说晚安了 晚安 马可巴卡 晚安